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666家 而且在全球长寿企业的排行榜里面 前十名当中日本就占了九名 唯一上榜的其他国家 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家古老酒厂 好 很多人就会问了 为什么日本的企业特别长寿呢 有人就去研究了这些企业的特质跟基因 后来发觉跟这些日本企业的职人精神很有关系 那就是专注跟专业 但是光是坚守传统当然是不够的 还需要突破创新 与时俱进 才能够让整个企业立于不败的关键 说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 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解构一下 日本这一家以酿酒起家的百年企业 酒类当然是他们立文脚跟的专长 但后来却能够跨足 生计医疗 并也从在地到跨国发展 一路秉持的就是创办人所说的 试试看 不是怎么会知道会怎样的信念 他们究竟是如何翻转 如何创新的呢 首先就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创立于西元1921年的サントリー 拥有百年历史 每年創造超过一兆亿日币 大约3000亿台币以上的销售规模 一路走来靠的是创业至今 从未改变过的精神 为在日本总部的历史墙 刻画着壁路蓝绿 开辟疆土之路 1899年创办人鸟井姓智郎 以姓为名 开了鸟井商店 主要销售进口葡萄酒 1907年推出了符合日本人味觉的 食欲红酒 凭借着红酒成功的经验 1923年在京都建造日本第一座 威士忌酒厂 山崎蒸柳所 第一支威士忌的诞生 也证明了日本人也能自行 制造出洋酒 现今世人所熟知的海豹 就是从那时开始风行 鸟井姓智郎大胆在威士忌内加入气泡水 让洋酒更加平民化 不仅仅在威士忌上缔造家机 后来也投入啤酒事业 然而当时有日本三大啤酒公司 瓜分市场 三德利起步足足慢了六七十年 挑战相当严峻 鳥井新次郎の後継者である 佐治恵造は ウイスキー事業が絶好調の 1961年に 二代目社長に就任しましたが サントリーが企業として さらに飛躍するために そしてお客様に 新しいタイプのビールを提供するためにも ビール事業への挑戦が必要と考え 決断しました 決して簡単な挑戦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が サントリー全体が やってみなはれ精神を共有して 諦めずに挑戦を続け 困難を乗り越え 今日に至っています 在啤酒領域内不得不提到 1967年 三德利采用当時 极為先進的技術 就是将美国NASA 在太空梭上的过滤系統 用于啤酒酿造 通过去除 已经完成作用的项目 未经熱处理 也能保有鮮度 推出了日本 第一瓶瓶装的 生啤酒純生 也就是未经加热 处理的啤酒 这个化时代的工序 颠覆了当时 大众对啤酒的认知 也深深影响了 日本人的饮酒习惯 虽然在市场 找到一席之地 但挑战没有结束 后来还跨足保健食品产业 ここでサントリーが ワイン ウイスキー ビール ウーロン茶などで 長年培ってきた 発酵技術や ポリフェノール研究が サントリーの健康食品作りの 土台となりました 機関商品セサミンも こうした長年の 食の科学的研究から 生み出されたものです 119年来 サントリー 从炙酒 发展到全方位 普及到许多人的 日常家庭生活 也从日本扩展事业 迈向全球 在变化快速的 大众市场里 虽然是百年老店 脚步却始终穩健 持续前进 好 我們刚刚提到 日本的百年企业 这个数量可是 位居全球之冠 而且根据报道 已经突破了 2万1千家 那么第二名跟第三名 则分别是 英国跟德国 但是他们都只有 2千多家 也就是只有日本的 十分之一而已 为什么日本能够有 这么多的长寿企业呢 那么当然很多人 就会说了 跟日本人特别尊重 他们的历史 或者是传统记忆 是有关系的 但除此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是值得很多的企业 可以好好来学习的呢 我们今天要好好 来探讨一下 那么为您介绍的是 日本非常有名企业 三德利 三德利 我们知道 至今已经有120年历史了 那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是如何经过了 这个岁月的洗礼跟挑战 还能够屹立不遥 我们介绍是台湾 三德利建议总经理 腾元通 腾元总经理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 好 我们首先是不是就来了解一下 三都里的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是家喻富小 在1899年的时候 当时创办人 也就是苗景姓智郎先生 他创立的是苗景商店 而这个苗景商店 其实就是三德利的前身 在1923年 在山崎这个地方 建立了一个蒸柳厂 这可以说是全日本 第一个蒸柳厂 就是希望能够研发出 非常适合东方人口味的威士忌 对不对 好这整个过程 是不是先请腾元先生 跟我们分享一下 三都里的故事 三都里の創業者 鳥居新次郎は1899年に日本の大阪に 鳥居商店を開業し 葡萄酒の製造販売を始めました 彼は日本人の味覚に合った 洋酒を作り 日本の洋酒文化を切り開きたい という大きな夢を持って 開業しました 1907年 それまで何度も失敗を 犯しながら ついに赤玉ポートワインという商品を 開発に成功しました 次に1923年 新次郎は 日本のフード 日本人の味覚に合った 本格的なウイスキーを作りたい ということで ウイスキー作りに乗り出しました 本格的な国産ウイスキーが誕生したことで その後の日本のウイスキー文化 洋酒文化の発展につながりました 創業者鳥居新次郎のように 大きな夢を持って 失敗を恐れず 誰もやらなかったことに挑み しつこく取り込み続けるという このチャレンジ精神が やってみなはれという 私たちの世代を超えて 受け継がれてきたDNAです 当然 釉酒只是一個起点 从1899年的鳥井商店開始 发展至今 三都里已经变成一个 全球性的企業了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 什么叫做百年企業 所谓的1899年 当时在日本是明治天皇时期 对不对 在中国的话 则是清光绪25年 发展至今 听说你们有一个 延续百年的企业理念 叫做利益三分主义 什么叫做利益三分主义呢 私たちの事業は お客様や お取引先様 そしてこの社会のおかげで 成り立ってい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ですので 事業で得た利益は 事業への再投資にとどまらず お客様や お取引先様へのサービス 社会への貢献にも 役立てていこうという思いを 言葉にしたのが 利益三分主義となります サントリーグループの 文化社会貢献活動は この創業者トリーシンジローの 利益三分主義が原点となっています 現在も芸術文化 スポーツ 社会福祉などの分野で 世代を超えて受け継がれています 好 我們剛剛提到的 利益三分主義 其實就是把整個集团的利潤 有三分之一 貢献給社会公益 那麼其中 其實我個人印象最深刻 而且在国际間 也相當知名的是這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サントリー的美術館 對不對 這個地方是在東京六本木站附近 相信有去過東京的觀眾朋友 也許已經去造訪過了 那麼Lily有哪些館藏 包括了有日本的傳統繪畫 陶瓷 漆器 紡織品等等 總共有超過3000件的館藏 非常的豐富 另外一個知名的地方 就是サントリー音樂廳 我們都知道 這個音樂廳非常特殊的是 它採取的是葡萄園式的一個設計 非常有名的知名指揮家卡拉洋先生 把它譽為音響珠寶格 聽起來就是非常的厲害 而且它還是知名日劇的一個場景 那他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交響情人夢最後一集的場景 就是在這裡完成的 還有就是更早之前的日劇長假 當時牧村多哉演一位音樂家 他夢寐以求希望能夠在 這個音樂廳裡頭進行演奏 這可以凸顯出來 三德利音樂廳在日本人心目當中的 一個地位了 是不是請總經理 跟我們繼續深度來介紹一下這兩個地方 將來理好脆的大部分 非常有名的唐一 你要是一位音樂廳在 中間的音樂廳 在她們身上的奏 和音樂廳 現在都是有名的唐一 是平常有名的唐一 三德利音樂廳 有名的唐一 以後來 從中間的音樂廳廳下屬 美術館は1961年に開館しました。 生活の中の美をコンセプトにして 日本美術やガラスの企画展と作品の収集活動を行っています。 現在国宝1軒、重要文化財15軒をはじめとする 約3000軒の収蔵品を中心に 過剰な企画展を展開していまして、 日本人の美への感性というものを 後世に継承していく活動を続けています。 2007年3月に六本木の東京ミッドタウンに移転しました。 生活の中の美というコンセプトをより生かすために 都市の今というコンセプトで設計された美術館には ショップやカフェ、それから様々なプログラムを開催するホール、 車室まで整っております。 全球知名的企業都有自己的口號。 譬如說通用電器也就是GE 他們就講說他們要使世界變光明。 另外星巴克大家都知道 這是全球咖啡品牌的龍頭。 他們的口號是說要為客人煮好每一杯的咖啡。 至於三德利我們也查了一下。 裡面有一個口號叫做雨水共生。 好 我們都知道不管是酒類也好 或是後來發展出來的飲料也好。 當然都跟水是有關係的。 但是為什麼會特別要強調雨水共生呢? 水と生きるはサントリーグループが お客様や地域社会、そして自然環境と交わす約束の言葉です。 その中には三つの約束があります。 まず一つ目はウイスキーやビール、 ワイン、清涼飲料、健康食品など お客様に水と自然の恵みをお届けする企業として 地球にとって貴重な水を守り、水を育む環境を守っていくこと。 二つ目は水があらゆる生き物の渇きを癒すように 社会に潤いを与える企業であり続けること。 そして三つ目は水のように柔軟に 常に新しいテーマに挑戦して 新たな価値を創造していくことです。 この三つの約束の中に 私たちの志や使命、価値観が凝縮されています。 好 当然我們知道三都里能夠屹立120年 一定有他的道理。 就如同創辦人有一句口頭禪 我們知道有一句口頭禪 說不試試看 怎麼知道會怎麼樣呢 的確 說起來很容易 但是怎麼樣把它落實 其中包括了他的繼承人 或者是包括了員工 怎麼來落實這句口頭禪 稍後回來更多的故事有分享 我們馬上回來